天团Big Bang前成员胜利2019年爆出性交易、性暴力、赌博洗钱、教唆打人等丑闻 随着他去年3月入伍,改由军事法庭审判,判处3年有期徒刑并当庭羁押 然而胜利透过律师递出抗诉函,27日结果出炉 胜利虽认了9项罪名,量刑却判得更轻,顿时掀起重怒 胜利被控性交易、媒介性交易、性暴力、洗钱、掏空公司资产、食品违反法、赌博 违反国际交易法、教唆殴打等9项罪名 然而他首次出庭时只任了海外赌博,其他指控全都否认 军事法庭认为此案罪证确凿,不采性胜利说法,仍判处3年徒刑 并追缴11亿5690万元,约新台币3000万 当时胜利在宣判结束后,皮泪地揉眼睛,摸脸并回答好 看似接受判决,却在羁押期间不服上诉 27日新的判决出炉,原先不认罪的他一改先前态度 坦然认了9项罪名,并表示自己会好好反省 最后竟改判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,引起南韩社会一片哗然 甚至怒轰,真是对犯罪者很好的国家 事实上,胜利风扩也连带影响到所属团体Big Bang 尽管已经退团,剩下4名成员G Dragon,太阳,大声,TOP 也都决定继续和老东家YG续约 但自从成员们陆续入伍后,团体活动就几乎进入全面停摆的状态 如今4名团员都已经退伍,却完全没有回归消息 还因此引爆粉丝怒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